随着冠病疫情好转居家食品烘焙业者 下星期二开始将能够继续他们的烘焙业务 主管回教事务的环境籍水源部长马善高回应议员的修会动议时也透露 新加坡马来商会已经同1800家这类业者接触 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金 洪茂桥集选区议员英丹博士在提出有关居家烘焙业者的修会动议时说 政府早前突然宣布禁止居家烘焙业务 断了业者的生气也没给予他们时间反应 环境籍水源部长马善高回应时指出 居家烘焙业者的生计 可能因此受影响 但冠病疫情影响的不只是生计 还有生命 国会明天将继续辩论其他法案 迎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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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产生炸灾炼 建签回应时期待